感谢主啊 我们有机会再回到 学生会的point 这边来跟大家敬拜 那我还记得 我还记得很清楚 上一次我来分享的是有关婚姻家庭方面的信息 那最近的话呢 我觉得神有感动 就是让我们自己的教会 更多的在祷告的方面 在复兴的方面呢 有更多的学习跟领受 那么所以我今天呢 神也感动我 也是来分享这一方面的一个信息 好 那我们刚才都已经念过了 十度行传第一章 那边的经文 第四节到第八节 还有十二节 后面倒是四节 这一段的经文 那么我们都可以知道说 这个整个故事的一个背景 或者是整个经文的一个context上面 就是讲到说 当主耶稣基督向众门徒显现 这大概是最后一次的时候 他们要来兼顾 主耶稣来兼顾门徒的信心 那在这个当中呢 门徒呢 他心里面是想什么 那我们都知道说 如果你大概晓得说 其实门徒对这个所谓的 这个复兴 他这边特别讲到 第一章第六节 特别就看得清楚嘛 你有老花镜 请戴老花镜 有近视眼的就戴近视眼镜 你眼睛很好的话 不好的话就坐前面一点 所以门徒呢 这个时候他就 要问他们的夫子一个问题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相信这是他们心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他要在问 问什么呢 他说 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 这是他们的一个问题 我们都晓得说 当时代呢 以色列人他们是被压制的 可以说是二等公民 因为他们经历了很多的 从这个巴比伦开始 马代波斯 希腊罗马 很多的异族的统治 所以他们呢 其实可以说整个国家 是一个处在一个 被压制的一个状态 所以他们一直想要 有一个伟人 民族的救星 世界的伟人 到他们的中间 怎么样 能够带领他们 翻转 在政治上面 能够重新被站立起来 成为一个独立自由的 一个强权 一个国家 像所罗门的时代一样 他们心里面想的就是这个 可是上帝的想法呢 就不是这样 所以当他们 问一个问题的时候 他们就说 主啊 你复兴以色列国 就在这时候吗 所以意思就是说 你是不是要来 是什么时候要复兴啊 就是这个时候吗 你是要来 建立一个强权吗 让我们能够重新的 活得有尊严吗 让我们整个 这个国家民族 能够再次站起来吗 他基本上是问这个 如果是那个的话呢 当然他们就想说 那我就可以做 这个做首相了 这个就可以做财政部长 这个就可以做什么 心里面想很多这一类的事情 那么我们都知道呢 但神的国呢 完全不是这样 所以呢 我们在对整个 讲到神的国里面呢 我们讲到复兴 我相信每个教会呢 都很喜欢复兴 我相信大家都很喜欢复兴 对不对 还有没有点头啊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复兴 对不对 对 你很盼望复兴 对不对 是 真的啊 肯定 肯定 我们都很盼望复兴啊 但是呢 我想呢 我们今天题目是祷告一复兴 我们先搞清楚什么叫做复兴啊 以色列人当初这些门徒们呢 他们搞清楚什么叫复兴 你复兴以色列国 就在这时候吗 想的还是那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强权 但是你知道 当这个神的心意呢 完全就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样子 因为神的心意呢 他心意中的复兴 是深入到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的复兴 不是一个地位上 你做了什么官啊 你什么 或者你的这个 political status在哪里啊 你是什么 不是神的关心的事情 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的是你这个人的生命 是不是复兴起来了 是讲到一个人的生命的问题 而且他的层次呢 是很深的 那广度呢 是很广的 广到不只是以色列的民族 广到甚至是全国 包含你跟我今天 都在这个当中 都在他问的这个问题里面 你复兴以色列国 就在这时候吗 所以这不只是当初门徒的一个问题 当然门徒就twist掉 或者是说他们misunderstand 这个主耶稣他的信意 但是呢 神就教导他们 借着历世历代了 就慢慢地教导他们 什么叫做真正的复兴 那么我们也知道 在每一个时代里面呢 谁也会兴起不同的 一个复兴的工作 所以呢我们到底 所想要的复兴 我不知道你谈到复兴 你心里心目中想到的是什么东西 我不晓得 但是呢我们如果给一个复兴呢 可以下个很简单的定义的话呢 我们如果来看诗篇八十篇 我们可不可以往下面走一下 诗篇八十篇 好 讲到什么第三节 他说神啊 求你使我们回转 使你的脸发光 我们怎么样 便要得救 就讲到一个 他意作复兴 就讲到 其实复兴很简单 复兴的意思呢 很简单 就是什么 回转 回转呢 干嘛 回转呢 你就向着神 回转向神 你向着神 向久了 你就怎样 你就向神了 所以呢 复兴是什么 就是回转 然后呢 向神 就怎么样 向神 这大概是最简单的一个定义 我能够想到的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 这是一个生命的 一个层次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会发现说 我们所追求的 我不知道 就是在很多的教会都在谈复兴 但是呢 隆我讲 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所要求的复兴 我们所想的复兴 就是教会人多一些 或者有的人说呢 我就有更大的恩赐能力 我现在可以 我可以有预言了 我可以医病了 甚至有人说 我可以方言了 恩赐 或者有人说 我被圣灵充满了 就是讲复兴 常常就跟那些东西连在一起 那些东西呢 是复兴当中 会出来的现象 但那不是复兴 真正的复兴是什么 真正的复兴是 整个人的生命回转 而且是 像神 一样 restore神的image 神的形象在我们身上 重新被树立起来 就像那个 成熟的一个生命的性格 然后爱神 最重要的是一个 一定有表现出来 是什么 追求圣洁 羡慕圣洁 这个东西是 复兴的一个 一个可以说是核心 就是当你被复兴起来的时候 你一定对圣洁 非常的敏感 所以如果你说 你被复兴了 然后呢 你还是 在最里面 然后你对圣洁还是没有很大的那种 sensitivity的话呢 那就不是复兴 就可以这样很简单的一个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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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 如果是教会啊 人很多啊 什么 你看到很复兴 但是你去看 如果看这教会里面 大家还是很多的问题 还是很多的争执 还是很多的不合的话 这不是复兴 所以复兴一定是对很多的 这种罪的东西呢 很多的认罪 很多的悔改 所以在历史上面呢 我们所看见的复兴呢 几乎都是这个样子 它是真正的复兴 也是呢 我们祷告所应该要求的一种复兴 我们如果来看 当五行节的时候 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在《十路行传》 讲到第二章五行节的那个故事 讲到圣灵怎么样 降临在他们当中 他们那时候聚集了 大概120个人左右 在那边呢 同心祷告啊 和这个同心合一的祷告 然后呢 忽然之间怎么样 一阵大风吹过 大响声从天上下来 大声大风吹过 然后有时都如火焰 就分开落在个人的头上 他们就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 开始说起别国的方言 有没有 就那一段 然后呢 旁边呢 很多人从 很多的以色列人 从那个远到各地来的 就看他们 怎么开始讲我们的湘谈 然后觉得很惊讶 然后这个时候呢 彼得就被圣灵充满 就抓个机会呢 就开始讲了一篇道 彼得的一篇 很棒的一篇道 然后后面讲到说 以色列家 你们确实的知道 你们定在十字架的这个基督呢 这个神呢 这位耶稣呢 神已经立他们为主为基督了 大家听了就怎么样 是你们想起来怎么样 我们如果看《十足情传》 第二章第三十七节 我们如果 然后众人听见 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觉得怎么样 扎心 什么叫做扎心 你有没有扎心过 有没有扎心过 有没有那小朋友呢 你的孩子在很危险的状况 要干什么 他这样冲出来 然后车子过来 如果是你的孩子 你心里有没有 有没有 就是那个 就是那种扎心 就是他里面被自己的那种罪呢 扎心 就是他受不了了 他觉得哎呀 太糟糕了 他心里面完全的review出来 受不了自己了 那种叫做扎心 所以他就扎心以后呢 他们就反应是什么 就说那我们该怎么办 这是一个人被神摸到的时候 会问的一个问题 我该怎么办 好像那个使徒保罗被神摸到的时候 我当怎样 我该做什么 我当怎样行 就是讲到被神摸到的时候呢 就知道我过去太不行了 太糟糕了 现在的光景太可怜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 所以呢 当神就教导 那个彼得就教导他们 然后后面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到 慈悟行乱第二章写到后面的时候 有许许多多的这个人受了洗 就三千人 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 他们呢 做些什么事情 在第41节42节 他们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怎么样 交接拨饼祈祷 然后呢 天天同心合意 恒切的在殿里 且在家中拨饼 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 然后呢 得众赞美神 赞美上帝 得众民的喜悦 喜爱 主就怎么样 将得救的人数天天 这就是一个复兴的来临 怎么讲 一个就是大批的人悔改 信主 不是大批的人进教会 很多现在进教会的是转会 你知道吗 就是说 这个教会啊 受伤了 我们到那个教会去 那个教会呢 最好是越大的教会 越没有人认识我 我们就躲在那个地方 然后呢 越大的教会就越来越大 然后呢 小教会呢 人就到大教会 就人怎么样 就越来越少 所以就是人都 大家会越来越复兴 所以我们台湾的复兴呢 是什么 是大批的人怎么样 悔改信主 不是基督徒犯地方 不是 是悔改信主 三千人 这是神让我们看到 还没有好 神让我们看到 就是第一个大复兴 历史上第一个 就是圣灵降临的时候 的大复兴 然后他们做一些事情 做什么 第一件事情就是 他们要遵行神的旨意 他们呢 遵守使徒的教训 这是第一件事情做的 就是使徒教什么 他们做什么 照着神的旨意来 过生活 过日子 这是一个复兴的现象 很多的人呢 这种很多的罪啊什么的 在大复兴的时候呢 他们都会开始 有能力看见 而且有能力来对付 就脱离那个罪 这个是一个大复兴 来临的时候现象 然后大家都怎么样 交接 就是fellowship 然后呢 拨饼 大家就是一起聚会 拨饼聚会 来纪念主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们在一起怎么样 祷告 所以呢 彼此的fellowship 彼此的纪念主 彼此的怎么样 祷告 所以这就是他们做的事情 所以他们在 这样子做的时候呢 发现一件事情 主就这样得救的人 怎么样 天天的家 我们教会能够祷告说 主啊 每个月 嫁给我们就不错了 他们怎么样 天天家 天天有啊 所以我们相信呢 他们天天怎么样 聚会 天天在家里 天天在店里 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是一个 大复兴来的时候 的一个现象 就是 每一个人都被 圣灵摸到 然后每一个人都 知罪 悔改 而且呢 追求圣洁的生活 遵行神的旨意 最后呢 大家彼此合一 而且爱祷告 爱聚会 以前不要聚会的 现在都很爱聚会 都要问 跟那个牧师讲说 我们再一堂吧 我们再加吧 这会有这些事情出来 然后呢 弄到那个牧师 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一个 一个弟兄说一堂 那个弟兄也说一堂 那牧师就是两堂 五个人说 要再加一堂 五个人要五堂 你可以不来 牧师不能不来啊 所以呢 就 会很多 很多的现象会出来 就是大家爱聚会 爱在一起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 追求圣洁 爱祷告 那这就是 复兴的现象 所以我们当时 我们在历史上面 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复兴啊 历史上面呢 近代最有名的一个复兴啊 是威尔斯的复兴 大家有没有听过 威尔斯的复兴 听过的人举手好吗 好 什么叫做威尔斯的复兴啊 就是威尔斯那边的复兴 叫做威尔斯大复兴 那是1904年 在那个地方 神呢 他刚刚兴起一个矿工的儿子 叫做Evan Roberts Evan Roberts 这一个人呢 他是一个 没有什么太多学问的 而是个年轻人 在那个时候呢 他就心里面呢 是很火热 很喜欢祷告 就是为着这个复兴啊 很有负担 就是人的灵魂很有负担 常常呢 一个人就走路呢 就自言自语在那边祷告 人家就觉得他是浑游向外 他就是这样祷告 然后大家就觉得他甚至有点 这个 这个 就是不太正 但是他真的是为主癫狂啊 就是这样的 然后他在那边祷告的时候呢 就有一天晚上他起来祷告的时候呢 圣灵就充满他 充满他 然后呢 让他感觉到复兴呢 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后来呢 他就回到教会 就当天主日崇拜 很奇怪 六十个年轻人当场觉知信主 后来呢 后来呢 那就不断不断的人就涌进教会 在就是很多的人就开始为这种罪呢 就开始要很多很多的责备 很多很多的受不了自己的 然后就发现他们的时间也是 早上十点钟聚会呢 像我们的话 maybe两个小时聚会完了 差不多 那个敬虔追求的两个半 了不起了 他们这个十点钟聚会呢 一聚会聚会到十二点 晚上十二点 才上去 是这样的搞 就这样才搞啊 因为大家就是被那个神touch到的时候 就好享受在教会里面的这种时间 所以大家就这样子爱神 那不只是教会整个被犯罪起来 主真的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 不只是这样 而且开始他们发现 整个外面开始改变 所以当大复兴来到的时候 你知道就像刚才我们所念到 十六平传 这些门徒们呢 他们所做的会得众民的喜爱 就是那些外面的 那些community里面的 或者是那些 那些我们的neighbor 那些人呢 我们会得他们的喜爱 也就是说他们会对这个福音 开始有感觉 他们会觉得他们也想要来认识 所以呢 整个区域都会开始 骚动起来 整个区域都会开始改变起来 不是说教会 敬拜比较热一点 或者教会人多一点 不是这样而已 因为呢 真正的复兴 大复兴来的时候 所带下来的 不只是教会里面的改变 而是教会外面都会改变 教会外面的人都会改变 因为整个区域被神的圣灵所笼罩 每一个人都散耗在圣灵的一种管制之下 你会发现 整个社会 所以当时威尔斯的大复兴 在两年之内呢 就十万个人信主 十万个人信主 然后呢 在这个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这个Evan Roberts 他讲到很简单 他不会讲到 没有读过太多 年轻人 讲到呢 也不会讲 随便就讲个十五分钟 我相信我们这边当中很多神学师 每一个人讲得比较好 他随便讲了十五分钟 也不知道讲什么 然后一讲完以后呢 每一个人都被圣灵摸到 每一个人都哭泣 然后每一个人都要悔改 就是这样 这是什么 大复兴 所以呢 有时候我们念神学念太多呢 还不如好好多多祷告啊 因为没有那个的话呢 念再多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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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 我们真的求神的恩典 我们知道说服事神呢 就叫做服事 神 不是服事而已 是服事 神 所以 这个stage是谁的呢 是上帝 我们人呢 better就是做他的同工 做他的 我们就叫做我们是他的仆人啦 神的大复兴来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站在旁边 你只能站在旁边当观众 谁是这个主角 上帝 每一个人都在那边 我听过很多的老一辈的传道人 他们说复兴来的时候 他们就站在旁边 掉眼泪 看见这些人 不可能信的 信了 家庭不可能和睦的 和睦了 那些偷的 抢的 杀人的 不可能悔改的 悔改的 他就在旁边哭 只能这样看 因为他们深深的被震撼到 上帝的能够就是真的 这是叫做真正的复兴 所以在那个当初呢 有人就把他做一个描写 威尔兹复兴来的时候 怎么样呢 他说这个大复兴来呢 不只是在教会 而且深入到每一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突然之间呢 社会道德翻转 治安呢 变得好 很多的地方呢 法官呢 就没有什么案子可以审了 因为大家都不犯法了 律师呢 因为不打官司也怎么样 失业了 律师说算了 收一收 我们去怎么样 我们组织唱诗弹 我们去唱诗歌吧 然后呢 酒吧 戏院呢 一家一家的关门 因为没有人要去了 大家都要去祷告 所以还有呢 很多基欠的债务 他们发现说 大家都把它还清楚 有的是故意不还的 全部都还清楚 还有很多偷来的东西啊 全部都还 归还给原主 所以在很多很多 这一类的事情被报道出来 然后我们发现说 在火车上啊 在电车上啊 到处都是几个人 这样聚集在那边 干什么 祷告 聚在那个 你走在路上呢 几个人就在那边干什么 祷告 真的就是这样子来追求神 然后很多的年轻人呢 他们用一些 什么作弊得来的 这些文凭啊 什么 全部都把它送回学校 跟他们讲说 我有罪了 以前是作弊来的 现在我退给你 圣灵感动我 然后呢 国会的议员呢 他也不在八卦了 怎么样呢 大家去参加宝宝会 报纸呢 也没有什么八卦可以报 怎么样 报导什么 各地复兴的消息 哪边又怎么样 哪边又怎么样 报纸全部在报这些 你就看到那个报纸 那个是 对 在这里 报纸就报这些 然后呢 店里面呢 所有的属灵书家 那圣经全部卖光光 因为大家都要去抢啊 我们这边有没有去抢 去天道抢圣经啊 没有 那个时候呢 全部都抢光啊 因为大家就要读经啊 要读圣经 然后呢 最奇特是 公务人呢 他们的产量呢 就不断地增加 比以前的产量呢 比几年的产量 一年比过几年 很奇怪 以前呢 大家不知道是怎么样做 就是不会成功 不会顺利 这个时候呢 当圣灵来了 大家生活对了 哎呀 神就祝福这个 大大的赐福 在他们的当中 然后最好笑的一件事情 就是那些 那些马夫啊 以前那些下阶层 那些马夫 他们赶马了 现在呢 不会赶了 为什么不会赶了 因为他们以前赶马 都是用三字经啊 来赶马 现在呢 他们被主得招以后 他们不敢再用三字经讲 他不会讲了 这个时候赶马打下去的时候 不会讲了 马也不懂他要干什么 所以那些马夫也不会赶马了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复兴 就在威尔斯 整个就开展出来 以至于到一个地步 不只是威尔斯 不只是这个 这个整个国家 而且是什么 是影响到整个 影响到英国 在十年之内 五十万人信主 影响到美国 两百万人信主 就是在这个 不管是日本啊 到处 全球 到处 中国都一样 受到很多美国 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就是一个大复兴来的时候 所以有人说 在历史上 这是最大的 最重要的一次大复兴 出了五军节以后 因为他的影响 实在是全球性的 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来看 那我们中国人呢 我们中国人 有没有听过一个叫 三中大复兴 听过的举手 好像还是跟刚才的手一样 1927年 我为什么会提这个 因为这当中 有个克里培老牧师 他是静性会的牧师 所以我们对他 就是比较有点亲切感 所以他也是啊 有一次他跟一个梦教士 一个女的梦教士 他们开车去服侍 那梦教士就跟这个 克里培那个年轻人 就跟他一个牧师讲 他说神要复兴了 大复兴要来了 那个他说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大复兴 他说因为你们按照 一代之下 七章十四节那个祷告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祷告 寻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呢 我必从天上垂听怎么样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所以你们现在呢 自卑祷告 寻求我的面 转离你们的恶行 你们四样都做了 所以照着神的旨意 复兴就要来到 因为他们就是 在那边追求神 后来呢 真的大复兴就来了 在这个山东的大复兴里面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 一个大复兴 在那个当中呢 什么现象发生呢 信主的人呢 就是这样 天天加给他们 天天加给 没有啊 天天加给他们 到一个地步呢 三十个人的小教会呢 一下之间 一下 一百个人涌进来 然后呢 五十个人的教会呢 一下子变成什么 一千人 然后呢 大家来祷告呢 聚会 比如说十点钟来祷告 一些人来了 人来了以后呢 祷告到十二点散会 没有人要走 你说这牧师也要下班嘛 没有人要走啊 继续怎么样 继续祷告就有人说 有用哭气 牧师为我祷告 牧师在那边祷告 同工为我祷告 祷告 我有罪要认啊 来祷告 然后就陪他祷告 就这样子祷告 很多人大家都不要走 每一个人都要来祷告 祷告完不止呢 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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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容易挨到了午夜啊 总算可以走了吧 然后再休息一下呢 还没有人要走 然后呢 Overnight祷告 祷告Overnight以后呢 可以回家了吧 白天睡醒的又进来了 第二天然后再继续服事 然后呢 也是这样搞 你知道两天三天 就一直这样子搞啊 所以当后面也懂得怎么去休息啊 但是就是说 当大复兴来到的时候 大家就是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罪要认 就觉得自己不够圣洁 就觉得自己干犯了神 然后就觉得我要遇见上帝 我真的很渴慕他 哪里都不想去 以前要想去发财的 我想去成名的 这下全部把他丢掉 就想在神的里面被摸到 就想来抓住上帝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复兴的状况 然后有的人呢 就是为了一个罪呢 就要来认 有的人呢 他为了两毛五分钱呢 他讹诈了别人 两毛五分钱也要来认罪 还有一个妇人呢 他来认罪说什么 他说我的邻居给我借钱 他不还 他就带了钱拿到教会 然后要来给教会 说这是他应该给他邻居的 那这个教会就说 这是什么东西 他就讲了 他说 因为呢 我的邻居欠我钱 他都不还 所以我很生气 而是很生气 后来呢 他有一天 他家的鸡飞过来 我说哎呀 好 你不还钱 我就宰你的鸡 就要把鸡宰了 然后吃了 心里面稍微高兴一点 然后后来呢 当大夫心来到的时候 圣灵就感到他说 你偷人家的鸡 哎呀 他说 可是呢 人家不是基督徒 我是 那怎么办呢 那我也不好说 回去跟他讲 因为这样就扮倒人家了 说 现在怎么办 我只好把那个鸡的钱拿来呢 奉献给教会 而教会说 我们不敢收这个钱 这个叫做血钱 我不敢收 你呢 你要回去跟他讲 你要跟他道歉 因为呢 你的罪呢 你向他是有罪的 你得罪了神 你也得罪了人 你要去跟他认罪 结果他就 哎呀 壮旗打来就去了 跟他讲说 对不起 我宰了你的鸡 杀了你的鸡 因为你没有还回去 是我对你有点苦毒啊 然后呢 跟你对不起啊 还有债主 跟那个 债主来说 跟我对不起他 那很新鲜啊 你们今天都知道来这一套 那我也要信啊 就是那人就信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在大复兴的里面呢 每一个人都被神的 那种圣洁所抓到 对整个罪呢 就非常的敏感 然后呢 开始要回转 来归向神 这个就是一个 大复兴的一个 一个 就是让我们看见 不只是人心 连整个地都 地图都可以医治 因为我们发现说 神的应许呢 他是要赦免他们的罪 后面还讲了 就要怎么样 医治他们的地 所以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在瓜里马拉那边有一个 有一个city 叫阿玛兰卡 那边有一个大复兴 在1994年 那个地方原来是一个犯罪率 非常高的一个城市 是没有要救的一个城市 黑道挂钩 然后跟那个警察挂钩 家庭酗酒的问题 家庭破碎 这种一大堆 然后乎数也横行在那个市里面 就是一个没有一点希望都没有的一个city 结果呢 在1994年开始 他们复兴来了 原来是祷告祷告 最后呢 总算复兴来了 他们有四个监狱 在1994年呢 四个监狱怎么样 全部关地 因为没有人要犯罪 原来是一个犯罪率最高的一个城市 现在监狱关销 没有人要犯罪 为什么 大复兴 那来了 这人心的悔改 然后呢 也不再喝酒了 最特别就是他们开始呢 发现他们的土地得到医治 以前种东西不怎么样 现在种出来的东西呢 他们的胡萝卜跟手臂一样粗 而且呢 产量是过去的三倍四倍 以前呢 就是出口 他们也出口农作物 以前呢 就是二十吨 现在呢 是两百吨 十倍的 都是这么大 连地都得离治 这不是我听到第一个城市 还有很多的地方 以前呢 我听过一个城市 在海边的 以前那个鱼都 捕不到鱼 大复兴来了 鱼都来了 以前看不见的那种 大鱼都来了 他说很久以前才看得到 后来因为醉的原因呢 鱼都不见了 不知道为什么 后来呢 鱼都回来了 所以就是这样 当一个复兴来到的时候 他不只让人心回转 他也会医治整个地 你会发现说 你今天如果你回家 你种不好 你东西种不好的话 你要好好祷告 你要求大复兴 你看见那个大胡萝卜 你看见那个 cavage 你就有点盼望吧 大复兴来了 我种东西简单一点 所以我们是不是真的还盼望 有一个大复兴给到 我相信是 我相信我们都会盼望 所以我们来看下面 我们的evergreen 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的evergreen 因为我很喜欢做这种调查 在我自己的教会 我查了很多 然后因为这次 我要有机会来这边分享 那我查了一下 我就发现了什么叫evergreen 它里面有四个zip code 然后还蛮多中国人的 我一查不得了的 在这几个区域 特别搭那十字架 就是我们的point 就在这里 最山边的 所有的居民区都在西边 都在 我应该讲 都在西边 那么 你看 这个95 148上面 有四万五千人 多少亚裔呢 57% 下面呢 95 135 95 135 两万人 多少亚裔呢 52% 也就是说亚裔是majority 多数是亚裔 白人呢 都是20% 少的 还有一些 拉美裔的 差不多20% 就是这样 大部分是什么 亚裔 所以我们就发现说 而且呢 这个居住的住宅区是很小的 我看了一下 我就去量了 现在不够 这个地图很简单 我就量了一下 135是多少 两个square mile 两万人 一个square mile平均一万人 57% 是亚裔 就是 你的数学比我好 大家就知道多少人 那边呢 更多 更多 57%的亚裔 而且呢 总人口又更多 95 148 95 148就是我们教会的zip code 对不对 95 148 所以呢 这个教会 这边呢 我就发现说 好了 我们再继续看亚裔 亚裔有什么 我就发现呢 他里面讲到说 亚裔呢 最大的三个民族 第一个是什么 越南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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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 中国印度 中国印度 第一是中国 第二是印度 要不要大家讨论一下 没什么讨论 没什么讨论 数字说话 第一大是什么 越南 第二大呢 印度 第三大 中国 几乎是三角 三角 就是都很多 都很多 中国人 中国 亚 就是 我说华裔啦 他不一定有中国 叫华裔的话呢 差不多有 差不多十几到二十percent 那么多 就是 在三个 加起来 差不多五十七percent 各个 十几二十 差不多是这样 那么 在这个当中呢 我就想到一件事情 我跟那个佛允啊 跟那个陈牧师 我在谈 我就知道一些事情 我说哎呀 这个最大的是 越南 完全发现越南是什么 是拜 这个佛教 越南 庙 听说 听说有个庙要盖 后来又听说 有庙 有庙 我不知道这个区域里面是不是 Evergreen是不是还有庙 有庙 有庙吗 有庙 Tali Tali那边有庙 有一个 对 Tali那边有庙 蛮大的 对 那边有庙 Tali就是在95148的 就是在Evergreen的 Border上面 哪边 你知道95148上面呢 那个Evergreen上面 你也许还不知道什么叫Evergreen 上面是叫Tali 这边是Capital 然后101东边就是这一块 就是叫Evergreen 所以呢 有庙 那是什么 越南人 然后呢还有印度 印度人也很多 是什么 席客教 席客教 你比我更扎心 因为你住这 在这里 我还天天看到 你一定更扎心 所以呢 所以呢 越南人他有没有 那席客 就是印度人有什么 席客教 中国人有什么 有什么 中国人有the point got the point 中国人有the point 因为我还去查了一下 至少从那个号角的 看不到 再有第二个教会 是在Evergreen 只有中国教会 这一间 中国教会 印度有席客教 刚刚陈牧师 我们在聊的时候 有上千人的教会 庙到处都是 中国人呢 基督徒们 the point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所要带下来的一个信息 就是the point 整个宣圣会在这个地方 应该是Evergreen的灯塔 然后我今天在开车来的时候 我就很感恩啊 你有看到什么 我好像上一个山 这边是很高 第一次很高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算是我们南湾区最高的一个教会 我不敢讲 但是当我往东边一直开 开到山的时候 我就想到一个东西 想到什么 有没有想得到 神 有花 上来 在圣经上 我刚刚有读到 在刚才那个十字线第一章有读到什么东西 橄榄山 橄榄山 神要再来的时候 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从哪里来 橄榄山啊 从橄榄山来啊 在东边对不对 东边啊橄榄山这边什么 耶路撒冷 东边的橄榄山 但是主耶稣在来的时候从东边的山上来 都是神 就给我们的嘛 把我们的教会放在这里 就是给我们的嘛 周围就是我们的 合场嘛 我们先不要讲说去中国 去台湾 去日本 去哪里 去短宣 去非洲 都很好 但是自己家里要顾 在哪里 nevergreen 所以呢我们要知道 这么多这么多 我估计大概 大概有一万多的中国人 就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教会是他们的灯塔 我们教会有这个责任 要向他们来传福音 所以 求神啊 把这个感动就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让我们真知道说 如果我们不care的话呢 没有人care了 这一万多个中国人 我们不care就没有人care了 全世界都没有人在care了 就是我们教会 所以我们能不能够 抓住神的旨意 你知道有一天 如果我们去见上帝的话 上帝说你再来聚会 the point 在哪里 evergreen evergreen 你 你有没有祷告 一万多中国人 你有没有让他们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他已经把对象给我们 不管我们喜不喜欢 不管我们有没有负担 这是一个test list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上面 这是一个test list 因为你在这里 你就有责任 sharegreen and chargoy 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 这是神给了我们的 好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使徒新的一章四节 你可以往下看 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呢 祝福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等候父所应许的 要等候不要离开 然后就做什么呢 等在那边 然后你要干什么呢 这下面呢 这些同这几个妇人和耶稣同心 玛利亚 并耶稣的弟兄 都什么 同心合意的怎么样 一切祷告 所以在那个地方呢 他们在等候五旬节大复兴的时候 其实他们都不知道等什么 你知道吗 他们只知道神呀 他们等 他们就等 那我们现在后面知道 那就是五旬节复兴嘛 你知道吗 神就是这样命定 那五旬节的教会是在开启 就是从你开始 可是当时的人呢 就像你跟我一样 you wait 为什么 不知道 我们就来wait吧 那wait的话呢 干嘛wait 那就交接吧 博明吧 祷告吧 就这样子啊 祷告 他们就祷告 那在祷告当中呢 怎么样 圣灵就降临在他们当中 所以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 从圣经上面 五旬节的经历 从历史上面 我们都发现一件事情 大复兴呢 都是在祷告当中开始发生的 大复兴都是在祷告当中开始发生的 如果没有祷告 就不可能有大复兴 不可能有复兴 所以祷告是复兴的一个要素 就是透过祷告 这是神的一个复兴的定律 在祷告当中 祂的复兴只能在祷告当中降临 这是祂的复兴定律 我可以这样讲 神的复兴 有祂的一定的一个pattern 就是一定要有人祷告才有复兴 好了 那所以神如果激动 我不知道大家 因为我看那个单章 我刚刚看那个单章 我觉得很感恩 我们的祷告会 几乎有很多人 有差不多快一半的 我真的为这个教会很感恩 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 我们有负担 为这个地方来祷告的话 那就表示神开始要说话 因为你知道 当神要复兴一块去 如果今天上帝 比如说我要复兴这块区域 他第一件事情 就会拆一些人 或者激动里面的一些人 去为这块地方祷告 因为他一定要复兴要来 所以呢 但是呢 复兴又没有祷告 他不能来 那怎么办 他就激动一些人去祷告 在祷告的时候呢 神就把复兴就开始做出来 就是这样 所以呢 里面的人觉得说 哎呀 啊 你看 就是我们的祷告复兴开始了 实际上呢 不是这样 是上帝呢 要复兴他先感动一些人 去想放 主权在哪里 是上帝 但是呢 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假设当中 我们有任何的人 对我们教会周围 Evergreen的地方 特别是这个复兴有负担的话 只要有一个人有 把这个负担放 他有这个负担的话 就是神要做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负担只能从神来 所以他有这个负担 从神来的负担 那就表示 神已经在开始什么 激动人 因为他要做事情 所以呢 我们常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笔 未献之事的什么 劝去 什么意思 就是我有信心 就是我有那个感动 我有那个信心 有信心就是什么 那个保证 就是那个一定会来的保证 因为神要 这个要来的时候 他一定会先感动我 那我已经被感动了 就表示那个一定要来 所以就是这样 因此我们就知道说 如果我们当中有人对复兴有负担的话 神就是要在这个地方兴起复兴的工作 所以这是我们所要有信心的 那么在这个祷告的当中呢 我们一定要很多很多的 大量大量的祷告 大家都知道那个庙 你知道那个庙 我在台湾的家里 我成长的对面就是一个大庙 很大的一个庙 密宗的一个庙 然后里面呢 我就常常在那边观察 你知道走过去的路人呢 他不要进那个庙 他走过去路人就会这样子 然后呢 就是就会拜 拜了大概半分钟 然后他才继续走路 好多这样子的 我就在想 我说有没有人走到教会前面 我现在走有没有 我就没看过 然后你会发现那个没有 是open wide open any one 都可以 welcome 那进来怎么样 哎呀 就是烧了香 就祷告 祷告完擦上去 然后就走 那有的人会进去谈一谈 讲一讲 什么 any time 就有人来祷告 我们教会怎么样 有没有很多人来祷告 好像没有 那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固定的祷告会 已经不错了 所以呢 我们的祷告呢 我们要建立祷告的祭坛 不只我们在这边祷告 大家聚在一起祷告 我们在家里面也祷告 甚至我们可以连锁的来守望 祷告 就是有很多不同的祷告的方式 来汇聚 那神的复兴才会来到 所以这就像讲到一个 很多很多的一个祷告 你知道我觉得祷告就像什么 很像什么 就像那种火车 神呢 这个祷告的复兴列车 已经要开到这个地方了 但是他前面没有祷告 就是他前面没有那个路 火车已经要来了 但是前面没有路 火车只好停住了 你路铺到哪里 火车开到哪里 也就是说 我们的祷告 祷告到哪里 复兴就坐到哪里 所以求神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祷告的当中 能够来更多的来领受神的复兴 那我们自己教会也是 一些小小的一些分享 我们是从那个Los Ados 几年前从Los Ados 很远的一个地方 半个小时 然后我们搬到Saint Jose 就是North St Jose 就是北圣河西 那块的地方 那我们呢 就是对那块地方非常有负担 来祷告 然后 我们在祷告的当中呢 我们现在新的一年 我们就有新的体会 因为我们已经为这个地方祷告很久 祷告了六年了 为我们这个圣河西 North Valley这块地方 我们有两个Zipco 一个是95131 一个是95132 两个North Valley 那个 火影跟那个 对他们已经很熟了 我们常常天天在讲 那在这个区域里面呢 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 祷告的事情在做 我们去年二月的时候呢 我们就特别就行进祷告 我们就租了一辆这个Bus 然后这是第二托去去的人 走之前我们大家就造一张 回来的时候我们就造了一张 就是我们会沿着我们的河场 四个角 这样子祷告 最后呢我们就是开到那个河场 我们是一个方块 河场的中间 我们可以下一张 我们这个一个方法 这是我们所认领的一个河场 也是在我们教会的区域 然后我们就到中间那个蓝点去祷告 然后祷告的时候呢 你知道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就宣告 宣告完以后祷告 祷告大家就是下了车在一个Shopping Mall前面 我们在那边这边祷告 然后祷告就是宣告这个地方的复兴 祷告完以后大家张开眼睛 大家有人就开始大叫 他说我看到十字架了 我说哪里有十字架 他说天上 一看天上献出一个十字架 在我们祷告完以后 那十字架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吗 有一张地图 有一张照片 这是又是Supernatural 又不像Supernatural 但是呢我的经验里面 我从来没有看过两条云这样过去 而且呢什么时候都没有发生 在我们大家眼睛一张开 就在我们的眼前 之前也没有 I don't know 所以呢这又Nature又Supernatural 但是呢他鼓励了我们 我们大家回来天天在讲 神悦纳我们的祷告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那边等了 等祷告 有时候就等了心交了 神就给一些confirmation 告诉你说我悦纳你做的事情 你继续在那边祷告 所以我们就大家就很火热 然后呢我们就把教会 我们就把教会呢切成十六块 这是我们认领的和尚 我们就把它切成十六块 我们就开始祷告 怎么祷告呢 我们每一条街每一条街祷告 我们祷告会的时候 我们就把这个每一块呢 印地图给大家 你呢你就为这个区的这一条路祷告 你就为那条这个区 就是大家认领街道来祷告 然后呢我们因为花半年的时间 一个就是一次祷告会 我们只祷告一条或两条街道 就是很细腹的 然后希望半年的时间 把整个和尚全部祷告完一遍 那透过祷告把所有的街道连接起来 希望神的复兴就可以早日来到 所以就有很多很多的方式 刚好我们下个礼拜 就是二月份 我们通常都是二月份做 所以我们二月份呢 我们又要出去 又要出巴士 我们要出去祷告 大家都很喜欢 小朋友也出去 小朋友我们说 你们不要去征战祷告 你们不要去鼠邻征战 你们就去看一看 那很多小朋友 我们教会一半是homeschool的 他们从来没有看过 坐过校车上去好兴奋 他们就坐上去 然后可以绕城一周 我说你们就为这个city祝福就可以了 这小朋友也是可以学习到说 他们也看见他们的合唱是长什么样子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今天我们讲复兴 我们千万不要以为 复兴只是教会人多一点 唱识火热一点 不是 是整个区域要被翻转 以至于甚至地土都要得一致 这是真正的复兴 人心要悔改 追求圣经 看到这个 那就是真正的大复兴 让我们在祷告当中继续来等候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谢谢你 主啊 我们今天有机会 我们大家一同来敬拜 主啊 在敬拜的当中 主啊 我们也有机会 主啊 能够来看见在历史当中的一些作为 是你的手所做的 主啊 在圣经当中 在历史上 你不断地在做事 而且主啊 你做新事 主 求主你来恩待 也保守 特别把Evergreen的地方 我们就交在主你的手上 我们知道这一块 也是一个 主啊 需要福音的地方 主啊 需要你自己恩典流露的地方 主啊 我们要奉你的名 我们要来宣告 主耶稣基督的权柄 权势和权能 就在Evergreen这个地方 是的 主你设立你的宝座 你也赦免这个地上 所犯一切干犯你的罪 主啊 不管是什么罪 主啊 你都能够赦免 求主你眼面不看 主啊 能够将你自己的恩典 借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 流露在这块地方 主啊 让所有的 所有的这些区域里面 所有的人 能够知罪 主啊 能够悔改 能够渴慕神 主啊 以至于他们要走进教会 他们要哭泣来到你面前 他们要来悔改 他们要在你面前 哦 倾心图意的向你来祷告 他们需要救恩 他们需要见到你的荣光 他们不能再忍受 他们过去的罪 主啊 求你把这些 就做在我们周围的 邻居的身上 好叫这个Evergreen 能够迎接你的父亲来到 给我们恩典 让我们教会 能够成为祷告的教会 主啊 在这个上面 主啊 我们是在看见你的恩典 建立了这边的祷告 你继续的来使用 让我们的朋友的教会 能够成为祷告的店 能够成为 让你悦纳的一个地方 以至于你的父亲 能够早早的来到 我们赞美你 主啊 求你父亲Evergreen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祷告 Amen Amen